卢太长你好 你好 我是1977年属蛇的 属蛇的是吧 对 77年属蛇的 对 想看什么 我想看事业还有跟家庭的关系 跟家庭什么 关系 感情 你比较老实啊 你这个人就是气量小 你一定要注意跟家里的关系 非常危险了 听得懂吗 你已经好几次要离婚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赶快跟你老婆念姐姐奏 要请大慈大悲 关心菩萨慈悲 我某某某和我老婆 我太太某某某化解恶缘 赶快念了 你这个人气量太小了 你老婆吃不消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留胡子也没用啊 想留住财 我怎么不知道啊 留得住的 要记住了 你的财运是上辈子来的 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 气量小 那个又不肯多花钱 这个你老婆都会对你有意见的 你而且又不能容忍任何一句话 你做人要潇洒 要气量要大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是嫁给你不是卖给你的 卢台长还有事业呢 你的事业 数什么 数十 1977年 认真到慢认真的 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 也是怀才不遇 事业不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像你这种人只能做点小生意 大生意很难做 你要多念点准提神咒 加上心经 说不定你以后能做点中等生意 谢谢陆大长 好吧 还有啊 多念几张小房子啊 小房子 好吧 你身上有灵性啊 你这个人不常发脾气 一发就发的 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 不在 不在这里 我讲给你听好吧 你要注意啊 你这个人啊 很多的运程都被你年轻的时候 有女朋友啊 你自己真的 你不当心啊 你这个人 桃花运太重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改不改了 改 好了 改嘛就改了 谢谢陆大长 感恩 大家不要以为有桃花运来了 来者不拒啊 消耗你的功德的 所以要想有生意好的人 不能乱来的 听得懂吗 下面你来